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身没身 要性能没性能 我天天开手动V8它不香吗 可是你可以为它不是在修吗 那我也不开电动车 电动车没有灵魂 我可是一个骨子里流淌着汽油的纯爷们 可是他们说你可以免费下菜道 你要是不想的话 我就把他们锯了 我可是一个骨子里流淌汽油的纯爷们 我跟你说 我也就是看了你的面子 我就勉强答应了 哎 别忘了什么啊 没问题 抱我身上了 对于电动车 其实我之前一直没啥兴趣 主要是因为几年前有一次大冬天 我租了一台电动车出去办事 结果差点给我扔半路上 要不是我机智半路上把空调关了 估计我就被抛在路上了 不过有一说一样 现如今的电动车在续航里程 充电便利系 充电时长 智能化 本地应用化方面 确实都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就以我拿到的这台小鹏P7 超长续航版为例 试完之后就挺让我眼前一亮的 最大马力267匹 最大扭矩390牛米 百公里加速6秒多 高达670公里的续航 即便掐头去尾 跑个400公里左右 问题不大 在国内某权威网站上 小鹏P7在同级别电动车保值率上 很长一段时间 都是第一名 前双叉臂后多连杆 标准超跑悬架结构 保值911一直到第八代 在992GT3上才用上这种结构 所以四舍五入 这车底盘结构约等于保值911 BREMBO4活赛卡前 米其林PS4顶级接胎 键盘值直接拉满 单拿音响 空气净化系统 人工智能系统 配置简直就是业界良心 侧面灵动而略有收紧的腰线 尾部超宽的肥腿 搭配细长的贯穿式尾灯 看起来就像卡带衫穿着红色比基尼一样 性感而风情万种 保值捷Panamera的外观 在它面前都相形见触 算不得什么了 来自保值捷工程团队的专业底盘调教 更是让这车如虎添翼 所以四舍五入 等于给这车注入了 德国斯图加特的赛车灵魂 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 这台低功率版的小红P7 纯原厂的情况下 究竟能在内丝跑多快吧 哪里都有我的键盘打过人上线了 唐主的小盆P7飞行圈 当一个二手车贩子都开始开电动车的时候 你就应该思考当今世界的环保形势 是有多么的严峻 白果一号弯小盆P7的底盘 和米其林PS4轮胎都非常值得信任 进入小指道虽然没有声浪 但唐主机智的打开了音响播放音乐 不过选取很有问题 这皇家爱乐乐团的交响乐 不管是跟赛道还是跟唐主都一点不搭 来到四号弯 这里PS4轮胎侧向抓地力的软肋就暴露出来了 弯速掉的挺多 同时小盆P7本身的重量也并不算轻 1.9吨和唐主差不多重 好在优秀的底盘让他过高速弯 如行云流水 这也跟唐主一样 别看他外表看起来挺胖的 但实际上他就是挺胖的 来到大指道末端尾速138 接着一脚重刹进入8号弯 与弯星紧紧相拥 可以看到小盆P7方向盘的转向比 更偏向于舒适 不是那么运动 但这点小问题 对于唐主这样什么妖魔鬼怪都开过的老手来说 并没有多大的影响 冲出9号弯 在交响乐的加持下 唐主闲停信步 犹如赛道上的灵魂舞者 跳出了一曲带着槟榔味的华尔兹 优雅的划过10号弯 冲线最终圈速1分00.79 这也是我第一次开电动车下赛道 圈速1分00.79 说实话 开之前我真没觉得一个国产电动车 居然能有一分整的实力 而且当天下午比较倒霉 我两次想做圈速都被慢车给挡了 要不然肯定还能更快 之后我单独包了赛道 但无奈的是 因为电不够了 轮胎刹车也衰减了 圈速反而越来越慢了 这也是因为几乎所有的电动车 如果下赛道的话 都号称一圈超人 它真的很快 但就像刚刚入狱不久的某位曾经的当红小鲜肉一样 快但不够持久 旧车 你可以用三四节的时间 慢慢熟悉 找回节奏 只要轮胎跟刹车还在 随时都能做最快圈 但电动车 想做最快圈 只能是充满电之后全力push的第一圈 所以电动车做圈速 就跟F1跑排位赛一样 机会就只有一圈 要你掏裤裆的时候 你就必须能掏出真家伙来 因此电动车对技术的考验明显要难多了 能用电动车做出特别快圈速的人 技术都绝对厉害 对车的适应性也绝对超强 没错 其实我就是在宽我自己 第二点就是这个车它在赛道里面开着的时候 ESP是没有办法关闭的 所以这个车如果你push的比较极限的话 它就会在弯道里面不断的帮你修正这个车身的姿态 就像你小时候的爹妈一样 它就生怕你走路走着摔了 哎呀这个不行不行 然后就糾正你 所以如果这台车的ESP它能完全关闭掉的话 它的圈速还能至少再快一秒 第三点就是这台车的刹车在极限状况下也很奇怪 比如说你走在一些小弯的时候 你有时候并不想一脚剁死刹到极限 但是它有时候会帮你做出判断 它觉得你有危险的 也是跟你小时候爹妈一样就爱管事儿 往往你只需要轻轻点一点刹车 循迹进弯的时候 它就棒给你一个很大的制动力 我靠这ESP我的妈呀 这时候你的速度下来了 就非常影响圈速 所以它的刹车的逻辑在极限的状况下 也是需要适应 但是这种情况仅限于极限驾驶 如果你是日常的话 它刹车没有任何的问题 刹车力度非常的好 而且脚感也不错 后来我又拿到了小鹏P7的高性能鹏E版 但也是因为有ESP跟电子刹车的原因存在 导致马力大得多的小鹏P7高性能版 在瑞斯的全速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只比普通版快了0.5秒 不过这俩问题都可以通过刷程序解决掉 期待小鹏以后OTA能把它剪掉 这台车的方向盘啊 39点的位置 特别容易误触 这个是几乎所有的小鹏P7的用户 都会吐槽的东西 我猜想小鹏的工程师可能是想让小鹏的用户 开车都这么着开 手捏着兰花纸 这样可能就不会误触了 小鹏的后备箱 居然在开口这里没有设置开关 你要想开它的后备箱门 你就只能拿这个钥匙 或者是你在车内去触碰开关 或者呼叫小屁 所以这个就不是太方便 买电动车还有一点不方便的地方 就是你回家充电的时候 你家里面有充电桩 但是呢会有人去占你的充电停车位 比如说我们那小区有一天晚上我回去 笼共只有六个充电桩 有四台燃油车停在了电车的车位上 所以导致我们充电也充不上 停车也没法停 说完这车这么多缺点 接下来我们来说 这是你 咱们给你 咱们给你 接下来 我这些轮开关 让你来知道 我感觉的问题 这疯狂您已经知道 转软了 这疯狂是 我从我的钱 你头发来 这个电脑 我看你女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nd die for the things you know you'll love Do what you think is right And see life to what you want So give me all the scars, I'm a human being Cover them with tattoos so you can't see Knew it from the start, you had problems with me And the things I could be, I just wish I had seen I feel this pain, you already know Turn that to games, let my money show I've got these things that I can't let go Watch me turn this life into something that you could never own I feel this pain, you already know Turn that to games, let my money show I've got these things that I can't let go Watch me turn this life into something that you could never own So fight and fight and die For the things you know you'll love Do what you think is right And see life to what you want so fight and fight and die for the things you know you love do what you think is right and she'd like to what you want 你好小屁 请问你觉得特斯拉model 3怎么样 这不是我家的车 我暂时还无法回答你 请咨询他们的工作人员 回答这么官方的吗 你不是应该说英雄所见略同 正是因为你的慧眼如炬 所以才导致了我俩在此相遇吗 不应该是这样回答才更好吗 第五点我特别喜欢 Let's go I'm like an addict Do I gotta have it I ain't even playing Got a really bad habit If it moves gotta grab it Fuse like a magnet Lose won't have it Til I'm doomed in a casket I ain't playing Got a weird mind If you work 8 hours I'ma work 9 If the shit tastes sour You should taste mine I'ma stay in power For a long time Get up Now I ain't a quitter Toss me the ball I'm a really big hitter Big picture I'm a straight killer Rising the song To the highest bidder Got juice Got gas I'ma move fast New shoes New tracks Like who's that I'm new Come back Better than last Yeah it's a new me Never gonna look back Never gonna look back Cause damn I was built to last You move slow And I move fast And that's facts Only I can make a change Slowly take a step today I will never be the same Cause that's what it takes 鬼哭狼狼式的那个声音 确实完全不一样 这个声音传过来不会很痛 说到电动车它当下的一个二手车的保值率 这个我觉得就得看跟谁比以及怎么比了 比如说如果你要跟一些 特别特别热门 特别特别保值的一些汽油车比的话 真的是比不了 丰田本田大众日产的一些买菜车 跟他们比保值率 那不是找死吗 人家发展多少年了 电动车才发展多少年 但是如果是电动车跟电动车自己比呢 小鹏P7的二手保值率是真的还不错 尤其是它的认可度 这一点其实你从销量上就能看出来 它从刚开始上市再到现在 销量稳步上升 有很多的人对它的接收度也越来越高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所以随着销量变得越来越高 以后的保有量变得越来越大 越多的人体验过之后口口相传 它以后的销量也会越来越高 毕竟电动车是属于一个新兴事物 发展才没几年 大多数人可能也没有这个勇气去尝试它 再加上电动车的更新迭代又比较快 很多品牌官将将特别凶 有很多人都在持币观望 这个未来可能还会再跌一波 到时候产品更好 所以电动车它当下的一个销量 总体来说跟汽油车也是没法比 敢买的人敢尝试的人自然也就少了 二车保值率跟汽油车比起来低一点 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而说到买电动车 就肯定会有人拿特斯拉出来做对比 诚然特斯拉一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品牌 然后它整个品牌在全球的影响力 也不是小鹏能比的 但是小鹏P7也不是说一无是处 小鹏P7在内饰的精致度 智能语音系统程序的本地化应用方面 做的真的比特斯拉要好很多 在很多的细节上面也真的要比特斯拉要用心 而且小鹏P7它最大的一个短板 它的圈速和操控 其实都可以通过后期的小鹏工程师 把它的ESP和它的刹车程序给解决掉 解决掉之后的小鹏P7 它的圈速和它的操控提升的就非常明显 所以OTA之后的小鹏P7跟特斯拉Model 3 到底谁在赛道里面更快呢 这个还真说不好 就不管怎么说吧 能看到一个国产的电动车品牌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 能做到现如今这样的规模和影响力 现如今这样的质量 其实我觉得真的已经很不容易了 作为一个大排量的燃油性能车的爱好者 曾经我一度其实对电动车是有偏见的 不仅仅是因为我曾经有过一些糟心的经历 更是因为有一些电动车的水军在网上呢 肆意的抹黑燃油车 为了人为的拔高电动车的地位呢 他们有些人已经开始胡说八道了 比如说他们老喜欢拿这种诺基亚对比苹果来反驳 说燃油车是诺基亚 老时代的东西了 电动车是这个苹果 是新时代的产物 新时代的产物必将淘汰老时代的产物 还把汽油车称为老旧燃油车 你说哪个开着汽油车的人 听到这话心里能爽 能不反感才怪呢 我个人认为电动车跟汽油车的关系 不是谁取代谁的关系 而是相互共存的关系 至少在当下这个阶段 电动车想要淘汰燃油车 那简直是吃人说梦 但是对于现阶段的用户来说 我个人认为如果你家里面有固定车位 有充电桩 并且你家里面不仅仅只有一台车的情况下 你再去考虑电动车会相对的更理性一些 如果你家里面的预算只购买一台车 那你就一定要买燃油车 万一你要跑个长途什么的 电动车真的没有燃油车那么方便 至少现阶段的电动车 还坐不到去全国各地都很方便 那么OK 以上就是本期的电动小崩屁期的节目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汤主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